我听说霹雳火的队员在我的房间内打起游击战来 快把我的警卫连打残了 不是快打残了 是已经被打残了 由于王兴等人采取的游击战术 上级所设立的关卡被他们逐个击破 老高分析他们此次的目的 就是把这张网撕破 从混乱中突破包围 另一边谢思萧正使用卫星 搜索两名人质的下方 气氛诡异的下人 从卫星地图上看出两名人质正在一边 就在众人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 意外发生了 众人立马紧接起来 双方进入激战 由于老兵的兵力雄厚 王兴等人被打得节节败退 为阻挡老兵的追击 宝贵独自一人跑出去 成功把老兵们引入陷阱 众人随后从暗处走出来 二十四发现宝贵不见了 就询问王兴 见众人欲言又止 王兴就告诉他事情 宝贵是主动起 扯 扯什么蛋呢呢这 你 帮我背着你的药 慢慢去追他 不能去 什么意思啊 你是让他一个人 扔在这当宝贵啊 一二五说了 他又摆脱这边的办法 我们约好了会合点 他在那等我们 王兴说相信他一次 他肯定会有办法 随后众人继续向前前进 通过卫星地图观察到目标 就在五百里之外 到达目的地之后 众人并没有看到有人 黑龙突然开始咆哮 然后朝前方跑去 众人跟上后都被这一米震惊了 搜救对象竟然不是个人 猪猪侠 大师兄 不管他是什么了 他现在救助我们的搜救对象 就在曾子墨准备对二师兄 进行救助的时候 突然传来警报声 原来是非狐狸的老兵感 王兴带领众人坚神阵地 为救援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伴随着一身追降 手术终于完成 收到消息的王兴等人 决定把人治抬走 期间埋藏的地雷 也顺利地阻挡老兵的追击 到达与宝贵约定的地雷 众人都在小声呼喊他的鼻子 舰队讲机那边迟迟没有声音 零二四号眼泪瞬间流下 并且要求大家在此多等一小时 质问他们为什么要丢下宝贵约 反而要抬着一头猪 由于有任务在身 众人不得不拒绝这个体验 只见零二四从背包里拿出信号单 说如果宝贵不回来 我就自己淘汰自己 我不管你跟零二五关系有多好 我现在是在战斗 是在执行最紧急的军事任务 是一名军人 必须负责命 于是零二四号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 没想到却被老高接通 老高告诉他宝贵已经被允 并且告诉他们另外一个搜救目标 也在我手上 两个小时之内就出人质 否则他们将面临淘汰 他们能否克服困 完成任务 我们下期再见